因为铁块之中被傲娇射入了斗圣之源 其坚硬度比寻常的铁块要坚硬了好几倍都不止 噼里啪啦的已经锤打了好几千响 才开始慢慢地变形 莫凡戴着金丝手套的左手不停地变换着铁块的方位 右手一边急风骤雨一般地敲打 左手还有精确地操控铁块 这种一心二用的手法常人根本难以做到 一般呢这个时候都会是两个人配合操作 可是莫凡却只用一个人就可以完全半倒 只能说明浩天锤的船人在这方面的天赋 外人是拍马都赶不上的 当金光再次闪烁几千下之后 璀璨的铁块终于有了一柄刀的粗胚形态 莫凡屈指一弹将六阶的雷鼠性腰盒射了进去 砰的一声巨响 浩天锤狠狠地积在了刚刚镶嵌腰盒的部位 随后一道无比璀璨的光芒亮起 整个地下室全部都是金色的光芒 此刻萧尘的双眼已经整不开了 接着 金光消失 一道道噼里啪啦的电光从那刀胚枝上跳跃起来 好强大的雷鼠性腰盒 萧尘暗暗心惊 之前射出斗圣之源的傲锹 身体居然出现了淡淡的虚影 显得极度虚弱 而她的目光却紧紧地盯着那柄快咬成形的天兵 眼前的景象再次模糊了起来 炎炎烈日 荒凉的沙漠之中 一个伤痕累累的恨衣男子 手上拿着一柄断剑 缓缓地走在黄沙之上 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个一个深深的脚印 木头主人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这断剑之上突然飘出一个女子的声音 那名黑衣男子的身上 全部都是恐怖之极的剑伤 每走一步 身上的鲜血就会从身上滴落在黄沙之上 在恐怖的高温之下 她的鲜血居然没有被温度划开 连绵的脚印之上 在这荒凉的沙漠之中 留下了一道鲜血谱长的道路 高玄的烈日将她的身影显得悲凉至极 听到剑中传来声音 黑衣男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坚毅的神色 她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你不会死的 还有三里路就到凤秦宫了 她们的公主欠我一个人情 我会借她们的神师遗用 将你封印起来 此刻断剑之上传来了一阵阵 幽幽的低音 里面的女孩似乎哭了 声音之中透着无语伦比的伤心 黑衣男子听到之后 木染地停住脚步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她缓缓问道 你哭了吗 我真的没有 居然让你流泪了 九天之上 凤秦宫中 萨姆 我父亲正在闭关 不便见你 你走吧 是不想见我 还是不敢见我 黑衣男子淡淡地说道 给你脸不要脸 你一个将死之人 居然来我们这儿要神识 真是天大的笑话 快点滚吧 再不走 别怪我心狠手辣 传承了上万年的凤秦宫 居然连炎儿手信都做不到 真是让人想不到啊 不过这神识 我今天是要定了 你 你是找死 青山敢杀我 那凤秦宫的少公主话未说完 没心处突然涌出了一个血洞 死不瞑目地看着桑木 她怎么也想不到 她一个将死之人 居然还敢对她出手 桑木神情淡然地看着 倒下去的凤秦宫少公主 淡淡地说道 既然不想给 那我就自己来取 七角山脉之中 抢回神识的桑木 回到洞府中时 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 她带着一丝 决然的神色 看着手中的断剑 划光闪过 断剑 没入神识之中 千年之后 希望你找到一个 不会让你流泪的主人 话刚说完 凤秦宫公主在她体内 种下的朱雀生意 红人爆炸 一道烈焰闪过 她的体内 飞出一只火红色的朱雀 一代雷帝桑木 就此化作了尘埃 不迟 莫凡的手掌一拍 大缸之中的 九幽黄泉水 溅起了一道浪花 落在了 完工的魂兵之上 脆火完成 这天兵的最后一个步骤 也就完成了 当黄泉水散去之后 石台之上的 一柄全身漆黑的 长刀默然出现 无数电光 从刀身之上绽放出来 地下室中的所有人 都可以感受到 电光之中 蕴含的恐怖威能 而消沉的体内 竟然感到了一丝战力 与此同时 铁匠铺上方的天空之中 突凝密过雷声鼓势 一道道闪电 在空中扯出霹雳 很明显 这是天兵出世的异象 感受到天地异象 莫凡赶紧说道 萧公子 赶紧过来认主吧 不然这魂兵 就成为无主之物了 萧辰赶忙回过神来 赶紧快步走上前去 铁台之上的魂兵 光造型就完美地 达到萧辰的要求 那流线性的刀身 几乎可以媲美 死神中万解之后的 天所斩月刀了 看着这心伤的天阶魂兵 萧辰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将之握在手里 煞时间电光消失 黑色的刀身之上 全是内敛的光滑 从萧辰握起刀柄的瞬间 屋外的天地异象 就立刻消失不见了 厚厚的乌云散开 阳光重新打在了地面之上 真是一柄好道 还是叫你月影吧 以后 你就是我的月影刀了 我绝对不会再次让你断练 萧辰赞叹地说道 就在这时 萧辰忽然发现 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起来 片刻之后 他发现自己 处在一处 荒凉的山顶平台之上 感受背后 似乎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自己 萧辰连忙回过头来 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黑衣男子 正在看着自己 萧辰吓了一跳 这名男人出现在自己身后 居然一点感应都没有 而且 他就那样 静静地站在那里 就已经给了萧辰 无上的威压 萧辰连忙将神石外放 可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神石在这片空间之内 居然散发不出来 不过 随即他便冷静了下来 因为在眼前的男子身上 他没有感受到任何杀技 你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萧辰疑惑地看向眼前之人 那个男子并未答话 看着萧辰手中的月影刀 他缓缓开口 月影 好名字 下一刻 萧辰手中的刀 就突然出现在那个人的手中 萧辰一惊 他刚要有所动作 却发现 身体似乎被禁锢了一般 完全不能动弹 连微微张开的嘴唇 都不能够合下去 那人拿着月影刀 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然后 就一直没有任何动作 山顶之上寒风不停 吹得他发烧舞动 将苍白的棱角 完全暴露出来 即使萧辰是一个男人 也不得不在心里说 这是一个风花绝代的男子 如果放在地球上的话 绝对可以让那些 所谓的偶像男星们 感到自卑 慢慢地 萧辰明白了 眼前之人摆的姿势 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斗圣之源的 一个棋手式 变化半迁的一种功法之术 眼前之人 似乎想教自己一套斗圣之法 让自己感悟一点什么 这说明眼前之人实力 肯定非同凡响 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萧辰连忙静下心来 他仔细观察 当心神全部投入之后 萧辰奇怪地发现 眼前之人似乎动了 可是 他却明明站在原地 根本没动 似乎有一套 玄傲无比的刀法 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可是下一刻原本威力惊人的刀法 却变成了毁天灭地的剑法 再过片刻之后 又变成了惊天动地 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枪法 当心神变得一片清明之时 眼中的景象 又变成了那个男人持刀而立 一动被动的样子 萧辰尝试着 从脑海中模拟着杀招 去攻击眼前之人 可每次靠近都会被此人一刀破支 无论怎么样的进攻方式 都会被随之破解 萧辰还以他更加猛烈千百倍的攻击 一时破分法 一刀动天下 随后 萧辰手指一弹 他忽然发现 自己竟然可以动了 而月影刀 也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 萧辰连忙说道 多谢前辈四角 敢问前辈 高兴大名 很可惜 那个人没有回答萧辰的问题 他自顾自地说道 窦胜之源功伐之气 不必纠结于兵器 更不必纠结于招数 一事破万法 提气动天下 记住 不要让他流泪 说完之后 一个巨大的雷篷 从山上飞来 那个人 跳上雷篷之后 便远顿而去了 这个奇怪的空间 也随之消失 地下室中的景象 重新回到 萧辰的视野之中 你没事吧 萧公子 莫凡见萧辰 一直在发呆 有点担心地问道 萧辰已经回过神了 我刚才 梦龙之间 好像得到了一个传承 莫凡文言一惊 连忙叫萧辰 将其中的过程 讲给他听 办上之后 莫凡说道 那个人 很有可能 就是千年之前的雷帝 想不到 他居然会把 斗圣之法传承给你 斗圣之法 来自传说之中的 斗圣之源 是先人根据 斗圣之源领悟的秘籍 是天武大陆之上 最强的武技之一 当年的雷帝 就是靠他 横行天下 无人能抵 不过这斗圣之法 随着斗圣之源的分裂 也被分散成为六分 即使是雷帝 也只学到了 其中的辩子诀 要是能够学会 六种不同的斗圣之法 集合成斗圣之源 天下 将无人能抵 萧尘想起那人 最后留下的一句话 那个人最后 说了一句话 叫什么 不要让他再流泪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莫凡在听后 也不明所以 萧尘忽然想起 傲娇似乎很久 没有说话了 在得到天兵之后 兴奋过头 好像把他给忘了 此刻心中 不由得有些愧疚 这天间魂兵 之所以能成 可以说 完全是傲娇的功劳 萧尘赶紧向他看去 这一看之下 却是大吃一惊啊 只见傲娇的身体 已经稀薄地 只剩下一道虚影 好像 随时都会散去一般 萧尘心中大忌 他连忙赶过去 喂 傲娇 你 你怎么了 你不要笑我 此刻傲娇的眼角处 似乎有一道泪痕 他没有回答萧尘的话 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相处了这么久 萧尘从来没见他笑过 此刻忽然发现 他笑起来的样子 是如此的美丽 傲娇的双手不断变换着手印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稀薄 到最后的时候 他的双手截出一个璀璨的风吟 将他的身体照得光亮无比 喂 傲娇 你 你在干什么 萧尘心中大忌 想要去阻止傲娇 可是伸手过去 却抓了个空 直接从傲娇的身体上穿了过去 而傲娇的身体 终于全部消失了 随后 化作了一道无比璀璨的风吟 搜的一下 钻进了月影刀之中 光滑内敛 月影刀的内部 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 萧尘感到刀中蕴含的力量 消失了不少 但是此刻 却顾不得这些问题 萧尘向莫凡问道 莫大哥 傲娇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之间消失了呢 莫凡神经凝重 脑海中回忆 傲娇先前杰出的手艺 萧兄弟 把你的月影刀 拿过来给我看看 萧尘将刀递了过去 莫凡揭在手中 仔细看了起来 扮上之后 脸身的凝重 才慢慢散去了 萧公子 不必担心 傲娇他只是用秘术 以身养剑 暂时将这柄剑 封印到了 玄界高级的魂兵而已